朋友聊四季 天音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哥德仁對上薩拉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仁 哥德仁的文明是偏後期文明 前期大部分都是靠奴兵跟騎士去做抵抗對手 步兵單位要到帝王時代會比較有效果 當然城堡時代也是可以打步兵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被對方的騎兵或攻兵抗可 帝王時代才能展現出他真正的暴兵最可怕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薩拉生 薩拉生這個文明最主要的能力是 工兵打建築物有外傷害之外 這個市集的費用也很便宜 一般的市集是175木 它的造價成本只要75而已 交易成本也會降低5% 所以它的買賣來說比較沒那麼傷到經濟 但是只要一經過買賣之後就會有價差 這個價車最終還是會傷到經濟的 所以薩拉生經濟的買法 這個打法的話我不太推薦大家去學 這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大家去打薩拉生的駱鎖或攻兵 會比較適合這個文明 好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那前期的配置我們就稍微帶過 一樣薩拉生是4木開局 然後待會要來挖金礦會比較正常一點 這邊打3木開局 那就有可能是要來打這個馬修了嗎 可能是想要打 沒事沒事還是補到4到5個人 這個就是看前期的一個經濟配置 就會大概了解到其實兩方的一個決策是怎麼打的 這邊蓋一下軍營 軍營下了之後決定要來打 這邊就是哥哥打刺猴 那薩拉生應該沒意外是打工兵的 對 這裡有挖金礦 車典廠也下了 後方正在努力圍家 但第一時間還沒辦法圍好 但下面圍的還算蠻快的 那薩拉生前期犧牲掉了一些村民的時間 去做這個圍家的動作 雖然經濟上可能會小傷一點點 但是沒有辦法 薩拉生在前期來說 比較虛弱一點 要等到這個工兵數量多起來之後 才有這個主動權 不然在那之前薩拉生只能是 怎麼說 只能在家裡被按在地上壓著打的概念 因為經濟比其他任何文明 更還要差了一些 而且哥的這個文明還有這個彩肉 打獵的這個肉量 雙載量更多一點 所以他其實也不用蓋模仿 去遠程打獵也可以 甚至不用趕路 這也是哥德仁的一個小細節 那我覺得哥德仁這個細節 其實效果不太好 他是有這個 裝弱裝甲量甲備啊 還是他是打 打野豬的額外傷害而已啊 有點忘記哥德仁 到底有沒有這個裝弱 裝甲量甲備的這個效果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他這邊 這邊刺頭卡位卡得不夠 並時間可以把一隻村民給卡死 哇那這邊就很賺了 第一時間收掉一村 這隻長槍兵 看起來也能跑掉 哇這邊打得很歪 沒有彈道學 結果連長槍兵都收不掉 剛剛原地不動的時候 毛兵還打歪 這個就是C帝國的RNG了 偶爾還是會出現這種奇怪的畫面 明明毛射出去了 不一定還會中 這就是C帝國有趣的地方 那C帝國4的話 就是大部分的喔 這個彈道 就是天生自帶彈道學 都不會打完的 非常厲害的 這就是二代跟四代的 蠻大的一個差別 好 那 目前 薩拉森點下了一級射了 這個點一級射算是蠻正常的速度 後面攻兵也有不 但是這邊是打一個 單射箭場開局 那單射箭場開局的一個問題點 就是很容易喔 攻兵雖然不夠多 給對手壓力不夠大 那對手也是只用單射箭場 出毛病喔 慢慢出也就打得贏 呃 或許是 你就算出雙射箭場 去跟對手打 出更多攻兵 但也有可能 對方也是單射箭場按毛病 也是慢慢按也是打得贏 所以薩拉森的 現在打法就是 雖然要出攻兵 但是不要出太多 然後 還是要出穩定的數量 去壓制對手 那避免被對方直接蓋箭塔 就是會蠻傷的 那這邊 拉了五村過來 想要蓋箭塔 但應該是要被看到了 那應該是要被看到了 後面也往後拉 戰毛 毛兵在上方 這個高地 做一個想要反打的動作 這邊先守到一隻公兵 伺候回頭打一下 這邊伺候能打贏嗎 好 這邊直接回頭開打這邊的公兵 公兵又再度被收掉 這邊的琴壓哥德 打得非常積極喔 那我不確定 這位哥德玩家 是不是看到 Jordan之前 他們直接選手 都打哥德人的一個快攻戰術 直接塔攻攻 然後插塔塔攻 東甲塔 這種戰術 各種來 然後後面再轉一些毛兵出來打 這個感覺是最近哥德人 蠻常見的一套做法 哇這個長男兵能包四嗎 哇 直接被伺候卡在屁股後 這邊村民直接上前爆打一波 好這邊DG敲下 村民第一時間會過來拆箭塔嗎 但是現在哥德人沒有獨宰力 沒有中夾步兵的關係 所以砍村民的話其實有點困難 毛兵打村民也不太痛 而且對方伺候也在出 自己的伺候也在打 然後這邊直接 統掉了一個箭塔 但是這個箭塔應該是有低調的 之後有被盤回去 那兩邊的一個血量 掉的算是比較快的 他們就說如果被解決掉 那這邊可能會死一村 哇沙拉森這邊直接被統爆一村 現在戰績是2比2的戰績 然後看起來沙拉森要反超了 3比2 但是自己也損失了一村3比3 那這邊毛兵現在無限自由開打 那目前能對村民有大量傷害的 就只有刺猴 但是這邊村民卻不想要回家 反而是繼續跟對手打 我覺得好像有點蠻蠻 這邊村民能打贏嗎 哇這邊損失村民真的很多耶 直接把村民當戰鬥單位來用 這個沙拉森把 把沙拉森當西班牙再打 霸權科技是不是 哈哈 好這邊收的差不多 收光 然後這裡再繼續砍 OK很爛 欸這裡又是殘血啦 這個毛兵可以稍微控一下 這可能應該是 第一時間還是想要 扁對方的一個刺猴 沒機會扁到 好那這邊終於可以喔 嘗試去壓一根劍塔 好但是對手沙拉森又拉了更多 然後村民做一個PK的動作 盡可能讓對手 我們要爬在這邊蓋一下劍塔 因為這邊薩拉森 是賣了石頭上城堡石帶的 城堡石帶已經經過了一分鐘 再過一下下 我們待會駱駝或者是騎士 就會出來解決現在這個困難的場面 沒想到他把村民當戰鬥單位 這樣子一隻打一隻爽 損失村民數已經超過12村了 還在打 好對方的毛兵剩下三隻 自己的村民數損失非常慘重 已經損失了14村了 好所以終於要到了城堡石帶 但對手沒有成功的把這個金礦給拿下來 小小可惜了一點 但這邊已經上到城堡石帶 薩拉森會做什麼反打呢 村民數已經落後了20村的村民數了 好 放兵再過來去撿一下 這邊會買一棟箭塔嗎 這裡蠻適合差一座城堡跟箭塔 對 只能繼續輸出 但騎士一出來之後 哥德爾這邊只能暫時先撤退 那待會應該也說先買110頭去蓋TC 會比較好一些 好這隻毛兵應該沒救了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薩拉森上城堡第一段時間會怎麼打 那目前看起來薩拉森的打法 算是... 強軍事前期 那待會應該是會直接斷騎士 開始去出TC 暴村民的動作 那哥德爾這邊 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壓力 這邊已經上城堡石帶 要做的事情是先點一下這個洞裝場 穿件升級 好在就是... 這個的... 哥德爾的經濟要好起來 所以他勢必會開TC 絕對不可能單TC跟對方打大後鞋 而且就是在死在落後的情況下 對阿 這邊還是可能會努力端幾隻毛兵喔 去做防守 那薩拉森這邊補下的品種 防禦...還沒有升 先補品種 算是蠻正確的選擇 但這裡經濟十個連場喔 連鷹防禦點不太下 這邊直接證明彈 但是對方斗力 還是說死了非常多的一個騎士喔 其實這血量掉了很多 剩下半血而已 好那哥德爾人現在目前有小小的一個優勢在 尊敏樹現在領先39... 領先9吋 3吋 3吋只有30吋 但TC沒有補下 中間的位置... 看到木牆有點煩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是要這樣子玩 哥德爾這邊慢慢轉出了自己的騎士 想要來做直接一個機動系的防守 好 好 兩邊騎士在跳恰恰 哥德爾這邊村民有點...不受控制 好這邊補下一個修道院 修道院的話 康可騎士的效果非常好 這邊已經出了一個修道院在這裡 好 你怎麼招一個殘血的 哇 哥德爾這邊有一個重大失誤喔 直接招措支 好 結果也不是打長槍兵 所以目前的一個情況喔 是對哥德爾人 來說是稍微被動一點點喔 但是只要生女出來之後 對可空心就高了一些 那現在藍色就是這個薩拉斯喔 很努力的再繼續做追殘血村民的動作喔 然後每追到一村喔 就可以稍微拉平一下 剛剛雙發的一個經濟喔 那確實喔 薩拉斯的現在的經濟是有點慢慢追上哥德爾 哥德爾這邊被損失了蠻多的村民之外 這個生女也是造假很貴的 雖然生女也沒有倒 好那薩拉斯看到這個畫面一直被著想的話 看能不能轉弓兵路線喔 或是直接轉駱駝頭 但是駱駝的話 一樣會被對方的生女給著想走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哇 這邊村民 還是在被砍 那邊只靠 生女似乎有點困難 你怎麼又招殘血了我的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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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哥德爾在搞阿 他居然不招滿血的騎士 招那個殘血的 只要一刀就會死的那一種 哇這個細節沒有空好阿 還是他按下去那一瞬間才發現 按到殘血的 哇這個有點傷阿 連續兩隻騎士都招到殘血了 這個很虧的 好 其實如果 直接沒有被抓包 有靠了一堆血 那 薩拉森這邊的 主動權喔 開始會慢慢被削弱 因為對方開始有生女 做招降 而且 經濟來說也會慢慢開始變好 因為待會 哥德爾這邊TC再開下去 哇靠 這個薩拉森怎麼還有騎士 又在砍 又在砍個一村沒問題了 哇 太強了 這個 多仙打得蠻漂亮的 但這面 目前 薩拉森也是有出修樂園 所以應該短時間內喔 兩邊都是一個 招降大戰喔 葡萄或那種 大規模的一個 抗舞畫面出現 就是你打我推 你兵多 我就推 好你到我的生女範圍裡面 我就 燒一下 好這邊 沒機會 可以招到這邊招降時間慢的大概0.5秒 就因為這0.5秒的時間 沒有招到對方的騎士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剩下四滴血的騎士喔 這個要不要翻大一下 OK 收掉 幫幫幫我三隻生綠喔 這邊可能剩下少量的騎士 要先做撤退了 好這邊 好這邊被招走 直接再招一下 繼續招這個駱駝 可以招回來 OK 有一隻被滴掉 但是另外一隻駱駝被招了回來 但現在單位上來說還是處於劣勢的 這隻駱駝應該也是難逃逸 好 剩下一滴血的駱駝 能招掉嗎 哎呀差一點 還是被砍掉了 來這裡有一隻赤頭過來打生綠 赤頭打生綠 只要三刀就可以解決 但是這邊 赤頭沒有自動戰鬥嗎 喔有了 OK這邊再砍一下 搞定 這隻駱駝跟我們MVP啊 砍了三隻老頭 80肉換300斤 賺爛了賺爛了 而且這80肉還沒有掉啊 好那哥德爾這邊慢慢轉出自己的TC 但殺生TC已經有運行了小巧一段時間 大概只維持 運轉大概兩三分鐘吧 一兩分鐘 那經濟上目前是以殺生來說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哥德爾這邊有點前期投資態度 就是單位喔 讓他自己的經濟喔 沒辦法好好的運轉 2TC跟3TC開下的時間 會慢慢變得更晚一點 這邊TC都會蓋下來 好那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哥德爾應該沒意外 會進入一個開農模式喔 那殺生的話應該也會農 兩邊都是一個經濟不好的 都需要農的一個文明 好 好 殺生這邊點下來一級農 有級農一點下 而且輪軸也補了 哥德爾也是喔 該補的TC可是也補上來 雖然這邊哥德爾人經濟才剛起飛的感覺喔 那我覺得殺生目前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這邊哥德爾雖然現在是4TC喔 但待會打到後期 哥德爾衛隊出來之後 我不確定耶 他會不動繼續用駱駝打 如果殺生繼續用駱駝打的話 可能會非常劣勢喔 因為哥德爾衛隊跟長長兵喔 都是打起兵單位的 那如果殺生想要有效抵抗對手的 哥德爾衛隊跟長長兵的話 最好是出點這個弓兵喔 或者是出點這個矛兵加駱駝 而且是打這個奴隸兵會比較好一點 這跟寶差還不錯 不然其實殺生能抵抗對方的哥德爾衛隊友其實方法是並不多的 那騎士要直接硬上去砍的話 對殺生也不划算 因為帝王時代的薩拉神絲沒有重裝騎士的升級 只能依靠著這個駱駝 或者是打這個奴隸兵喔 去反制可能會稍微好一些些 這邊勝率第一時間去招對方的村民 能招到四村嗎 還是能招個兩村 OK招到兩村 那這邊 殺生並沒有利用 對手勝率的招詳C時間喔 去做一個突襲的動作 這邊好像要密謀什麼 OK這邊果然是來蓋寶 那哥德爾這邊努力喔 想找碰鑽 想用這個 針鋁的數量 去壓制對手騎士的一個進攻 或是防守 其實效果來說是不錯的 但殺生這邊直接一個換加動作喔 這邊換得比較好 這個很保起來了 也可以有效拖對方的一個城堡時間喔 而且這邊TC牧區喔 也不能開 也不能繼續用田跟伐木了 好 那哥德爾人在殺生家裡的上方 按一下這個 軍營 這樣來開始 開稿了 好 那這是起兵 我們是家裡 城堡 開災灶 最神奇 好 這邊應該可以抓掉一台巨頭 欸差一點點血 有點可惜喔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47分鐘 兩邊都上到了這個帝王時代了 那待會喔 就是這個決戰的時刻了 大概加上海戰鬥 欸 這邊果然轉出了奴隸兵 那奴隸兵要轉的東西是一般騎兵單位的升級 例如這個品種阿 跟蹤技術喔 還有這個 馬鎧的部分 還有棍道技術 好 鑽道技術 鑽鐵技術已經補下了 OK 這邊材料重爆 應該可以殺進去 那目前哥德人就會很尷尬喔 如果他是以大量的哥德衛隊去做抵擋的話 可能沒什麼太大意 這邊抵抗最好的東西喔 就是出長槍兵種去跟對方互戳 是個首選 畢竟雖然駱駝有那個射程 但他攻速來說還是沒有那麼的快速 不像飛鏢洗命這麼快 但他的券已經是手短了 攻擊速度比飛鏢洗命再快了一點 所以他對於打之中的近戰單位來說 上午是非常好 好 那待會需要來看一下喔 沙爾臣這邊會不會因為沒有經濟的關係 直接按出投降 或是這邊還要再繼續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喔 去壓制對手 好 上旁的時報應該是雄多吉少 這邊所有的奴隸兵都在中間這個高地 去做一個防守對方的單位來拆劇情的時機的一個想法 好 證明重點下配重跟這個三級馬卡 好 那哥哥的 右方均勻的話也是有在生產長槍兵 但是這個右邊的洞並沒有打出一個巨大的洞來 反正是在這邊小打小鬧 那努力兵的數量開始慢慢變多了起來 哥德這邊要打一波進攻的話 還是要等到機隊升級好之後 好那這邊哥德已經準備蓄勢待發 哥德衛隊開始向前往前衝鋒 第一時間來抓到巨型頭磁機的一個位置 那後面努力兵有點措施良機 都被拆掉一台巨型頭磁機之後才過來營救 那這邊營救的結果可能也會非常不樂觀 甚至還是會有點虛損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邊步兵全部都被奴隸兵收光 但是哥德的長槍兵也是很努力把對手巨頭給拆了 那目前薩拉森的話缺乏工程器 待會工程的一個進度 所以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現在最重要的是要趕快去控圖 把黃金處給控下來 因為奴隸兵的造價是非常難貴的 要維持這麼大量奴隸兵的建造 往外擴得一個黃金是必須的 好 好 各位隊直接往前 但是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傷害就直接倒光了 好 那家裡上方的軍營也是順利拆掉了 哥德這邊又創了一些新的軍營想要在下方做突襲的動作 那這邊好像被看到了 直接被起了一個城堡 殺身這邊還是要在前方去阻止對手 來查自己的巨型頭時機之外 好 去對方對付對方的單位 現在奴隸兵有點過勞了 但是奴隸兵打哥的位對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 肉頭第一時間上去印A 對方去順利拆掉 好 那軍營頭時機來到三台 奴隸兵數量還算不錯 至少還有50隻的數量 那三攻也壓好了 對方哥德人的攻擊力卻還沒有升到最滿 這邊是反而優先選擇了三級色 這個想法有點特別 難道哥德要轉弓兵嗎 還是毛兵呢 但是現在毛兵打駱駝的傷害是普通的 並沒有外傷害了 所以這邊打弓兵的可能性偏低 不然可能就是轉火槍吧 轉火槍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奴隸兵直接抓到上面挖石頭的村民 還有花黃金的 直接抓爆 好 那這位哥德人可能是忘記了 這個因為上次改版的關係 喔 不是上次喔 是上上次了 上上次改版的關係喔 所以哥德人出毛兵打這個奴隸兵 手就已經不痛了 待會可能就是奴隸兵直接無雙帶走一波了 好 因為現在這個時機點是真的真的非常需要復兵來幫忙的一件事情 好 這邊是選擇了出匈牙利清騎兵喔 前方有個肉盾 我們幫忙坦 呃 肉盾的話也可以拿來去打這個毛兵喔 搭肉麻打毛兵 傷害息才不錯 但是就是怕這個... 重裝成充電 那薩拉森這個搭配打起來就是比較好一些喔 肉麻可以送沒有關係喔 但是後面奴隸兵喔 信用絕對不能少 好 基本上這個奴隸兵就是他的命脈喔 沒事 好 正面打個一波 呃 哥德人這邊黃金庫存量其實蠻多的 兩千多塊黃金 呃 薩拉森的黃金反而是墊底了 好 終於有一些少量的匈牙利清騎兵到了前線 好 但是這邊沒有空跑奴隸兵直接...欸 爆炸 致敵單位 打出了GG 哇 薩拉森沒想到直接用大量奴隸兵演過了對手 好 我們恭喜薩拉森獲得了勝利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薩拉森經濟到底有多悲催喔 沒意外的話兩個都差不多慘 真的是差不多慘 兩個都沒有什麼經濟加成 薩拉森這邊蠻意外的喔 我還以為他TC太晚開了喔 反而會讓經濟差一些喔 但沒想到哥德的經濟也很差喔 他並沒有辦法好好農喔 農到有經濟的時候 但是卻沒有找到比較好解決對手的方法 那我覺得哥德人這邊可以嘗試出一點奴炮 或者是頭車喔 然後前些用大量長槍兵去 扛一下對方上前來打頭車的一個傷害就可以了 或是直接出火槍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那我覺得哥德人有點可惜喔 鑽炮兵上面可能遇到了一些瓶頸喔 或是不太擅長 所以才打出了這場比賽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要請記得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